最近改了同學的寒假作業的作文 改了一堆 改到整個人都已經 腦細胞不知道有多少了 可是你現在還活著啊 我還活著 頭髮都一堆都排掉了 還被你全白啊 哇!也是 最近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Chair的GPT在這很紅 還蠻熱紅的 前陣子我就試了一下 發現 該不會改天 我會改到的不是你們的作文 我有可能改到的是機器人的作文 什麼機器人 因為Chair的GPT就是一種聊天的機器人 這個機器人有能夠AI的智慧 這個就是Chair的GPT 這個網路上直接可以看得到 我要問大家一個老實話 有時候我們寫作文 是不是會去上網去查一下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嗎? 真的嗎? 不會啊! 我以前改過很多的作文 改完之後 查一查是整個網路上是整篇作文的 真的啊! 你確定嗎? 你確定沒有偷查? 沒有沒有 他自己寫的啦 這個Chair的GPT 他一個特色就是說 他可以像真人一樣跟我們互動 好啦! 我打一個指令我問他好了 這樣好了 我們最近寫的作文是 愛沛學習樂趣多對不對 我們請他來用 國小程度來寫一篇作文好了 好不好 四年級啊 用國小程度好了啦 學習 學習 樂趣多 樂趣多 開始了 開始了 我們看一下它怎麼寫 ㄟ guaranteed 屏幕臨 軟運 軟運 寫出來要 他自己會想哦 想一想 想一想 而是思考哦 哇! 它寫得不錯吧 自己也寫得不錯啦 好像也strom 輕鬆的跟老師跟同學交流 你看 那以後我不會寫的 就跟我媽的嗎 就我笑了 哈哈哈哈 你媽媽說問一下這個 CHAT機器 他打了 好 好 生一篇作文 來 各位給他多少分 一百分啊 給他一百分啊 來來來 我們搬來學霸了 他寫的這個作文好不好 寫的很好對不對 來 我們再出一個 你說怎樣 寫給護士阿姨的一封信 我想寫一封信好了 來 感謝護士阿姨請問 怎麼寫 應該要怎麼寫 開始 問他 我來問他 到底要怎麼寫 他在想 他在想 他要想一下 要思考一下 然後就 然後老師他就一次寫超多的 他就會開始 考出來 想不出來嗎 該不會想不出來吧 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他告訴你這很好的主意喔 有一些建議喔 哇 親愛的護士阿姨 哇 怎麼樣 接著要提醒 欸 厲不厲害 整個這像子一樣對不對 很可怕勒 哇 天啊 你們看一下 以後有沒有可能 老師改的作文 是在改機器人的作文 就是線上機器人的作文 老師我覺得這一品 很厲害喔 這你馬上可以寫的 0點 0點 OK 去上課 要去上課了 OK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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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